大家有沒有試過放完一個長假回來 第一天要上班之後早就被一個吹明鬧鐘 爛醒了 那個人很猛烈的 然後你坐起來說我不老了 然後你又死死地氣 起床擦洗臉上班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你真的可以不上班 沒有得選擇 你真的沒有得選擇嗎 有得選擇嗎 真的沒有嗎 有得選擇 大家好我是李敬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沙特的存在鼠意是一種人本主義 想像一下有一天你一睜開眼就發現自己在一間很大的房間 房間裏有很多不同的家具層設 和很多跟你一樣滿面疑惑的人 突然不知哪裏傳來一把聲音 他說劇場已經開始 讓大家盡情發揮努力演出 或者不喜歡也可以不努力 你自己作主 不喜歡 好像遊戲那些 你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我是演員嗎 什麼戲碼 我是什麼角色 什麼時候出場 你自然在這個情況下很想找個負責人 最好就是導演編劇 希望有人可以給你一個劇本 告訴你應該站在那裏做什麼 和什麼人說什麼對白 最後你終於發現你正在做的是一套即興劇 沒有導演 沒有編劇 沒有預先寫好的劇本 只有一個剛巧如此的場景 和當中一班演員 你們沒有預先被安排好的角色和對白 但當你因應自己的處境和判斷 和不同人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交往互動時 你的角色和劇情就逐漸形成 而由於沒有劇本的規限 每個人都可以在既有條件容許的情況下 隨時改變自己的角色 成為另一種人物 懦夫可以成為英雄 英雄都可以隨時淪落為卑鄙小人 你不肯定做什麼才對 就算有人跟你說他是導演 都只可能是在飾演導演的演員 像精神病院那些醫生一樣 找到搭子 封面就算寫著劇本 都可能只不過是其中一件道具 但你只能夠根據你自己的判斷演下去 而且只要一天不死 都唯有繼續戰戰兢兢地演下去 以上就是我李敬衡 對法國哲學家沙特 在他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 這本書裏面對人類存在處境的理解 《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 其實是沙特在1945年 在一場公開演講的演講詞 當時《存在主義》已經在歐洲大行其道 深受知識分子吹捧 但同時這時候當然是樹大招風 而在各方人士的指責和批評 首先有人指責 《存在主義》鼓勵人停留在一種無所作為 躺到平一平的絕望狀態 既然世界上任何行動都注定失敗 徒勞無功 人自然就沒有人 失去行動的理由和動力 最終淪為一種 只想不做的純思辨哲學 其次又有人說 《存在主義》過分強調人性的陰暗面 只是看到人性中的悲賤和低劣 而忽略在人性中的美好光輝一面 實在是太偏頗了 亦有人指 《存在主義者》將整個理論 建基於人的主體性之上 因而眼中只有一個個孤離的個體 而漠視將人團結起來的重要和可能 最後仍有人譴責《存在主義》 否定了所有人類工業和成就的價值和意義 既然《存在主義》無視上帝的界命 以及一切永恆價值 所有東西自然變得可有可無 而且人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又不能夠批判譴責其他人的觀點和行為 而沙特這個演講 正正要針對這些批評作出回應 澄清回《存在主義》的基本概念和主張 令大家明白《存在主義》 不單止沒有否定人和人的行動的價值和意義 沒有對人性感到悲觀和絕望 甚至可以說只有《存在主義》 才能夠正視人的真正可貴之處和成就 為人類帶來希望 沙特認為雖然有不同類型的存在主義者 但他們都接受以下這個非常重要的主張 亦是幾乎所有文青都說得出的 《存在先於本質》 Existence, Precised, Extence 沙特討論了兩種理解人的方式 分別是本質先於存在和存在先於本質 所謂本質先於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工製品 工匠必須先要有物品的概念 尤其是它用來達到的目的要發揮的功能 需要具備的特質以及生產的方式 然後才可以依照概念製造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本質先於存在 根據基督教傳統 上帝正是一個創造天地萬物的超級工匠 由於全能全之至善的上帝 不可能做出任何無聊錯誤或邪惡的事 它的創世之舉必然有它充分的理據和心意 並且在事物出現之前 它也必定早已具備整個宇宙的發展藍圖 世界本身乃至當中的一切事物 歷史上發生的各種事情 定必有它們由上帝賦予的存在目的意義和價值 根據這種目的論式的世界觀 所有曾經當下以及將會存在的受造物 都是上帝所編寫的宇宙劇裏面的角色 各自都有自己的本質 即是被安排了的角色和氣氛 並且應該按照劇本的安排依次上場 每個人未出生之前 就已經被上帝設定了 將來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在這個意義下 人的本質先於並且決定了人的存在 而每個人的存在意義正在於努力探索 發現以及理解上帝賦予給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然後將自己被賦予的本質在生活中實現出來 隨著基督教衰落和自然科學的興起 生活在現代世界的人 普遍放棄傳統的目的論式世界觀 而當我們發現世界並非依照上帝的劇本運作 就再沒有任何理由相信 有任何預先設定好的人的本質或者人性 每個人只是巧巧在某個時空誕生 本身就並沒有任何預定 預先安排了要擔當的特定角色 追求某些價值或者要實現某些理想或目的 對沙特而言 一個人擁有什麼本質要成為哪一種人 以什麼身份生活 完全是自己選擇的結果 沒有任何先在的東西規定我們必須成為某種人 每個人都是存在在某個特定處境中 然後通過自己的選擇成為擁有某種本質的人 每個人就是自己的作者 先存在在這個世界 然後設定自己的角色和身份 在這個意義下 人是存在先於本質 有幾點值得留意的 首先存在先於本質 就意味我所選擇的身份決定了我是什麼人 但是作為一個人 我最基本核心的面向 就並非某個由我選擇了的特定身份 而是那個沒有什麼具體內容的身份選擇者 我現在可以是一個哲學教師 但又可以成為一個畫家或者結他手 但作為人 我不等同於以上任何一個特定身份 而是行動選擇者本身 其次 我對自己身份的選擇是一種基本選擇 意思是 它並不是以其他更為基本的目的或者價值作為基礎 相反 一切目的意義和價值都是建基於這個選擇 事物具有什麼意義呢? 視乎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主題 如果我選擇成為一個畫家 我就生活在一個以成為畫家為主題的世界 不同的事物之間就會有相應的意義和價值關係 譬如鋼筆 就是實現自我一個不可畫缺的工具 吃飯是為了維持畫畫所需的體力 打籃球可以令大腦放鬆 重拾創作靈感 元素周期表就基本上沒什麼用 即使我累到死死下 都應該繼續畫 而不是去睡覺 而當我只是夠錢租畫室或者買鋼琴的時候 就應該放棄鋼琴 第三 什麼是我真正選擇 並非我自己說了就算 而是落實體驗在我日常生活的言行 和對不同環境的反應之中 一個不斷和人說自己要成為畫家 但從來都不畫畫 對藝術史又毫無興趣 將所有錢都花吃喝玩樂的人 最多只是選擇成為一個聲稱自己是畫家的人 而沒有真正選擇要成為一個畫家 第四 作為一個人 我每一刻都可以 並且必須選擇繼續扮演一貫的角色 或者成為另一種人 當我選擇後者的時候 我就同時改變了我的世界 相同的事物 亦會因而擁有不同的意義和價值 第五 說人可以和必須選擇 並不是指人有無限的可能性 每個人可以有的選擇 當然會受到他的過去和當下的處境所限制 而是強調 沒有人是先天地注定只能以一種身份和方式來生活 最後 存在先於本質 強調的是 每一個個別的人都沒有任何預先寫定的劇本 先天地決定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個說法沒有否定人有共同之處 屬於同一個物種的人 當然會分享某些類似的物理、生理和心理特質 甚至應該說 沙特當然也應該認為人有他們獨特的本質 至少所有人都是 並且只有人才是 存在先於本質 以這個方式來說 人是自由 可以 而且必須通過選擇 來決定自己要成為甚麼人 作為人 我並沒有既定不變的身份內容 必須通過不斷選擇 來決定自己的行動 而我選擇的具體行動 就界定了當時的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裡說的不是平常在茶餐廳 說要選A餐 還是C餐那些選擇 而是實現人的絕對自由 決定自己身份的那種徹底選擇 radical choice 沙特說的自由 不是人其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屬性 而是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 基本結構的ontological freedom 在這個意義下 人不可能不自由 只要是人就注定自由 沙特認為這是否定上帝的必然結果 沒有上帝這個劇場之外的編劇和導演 只是沒有任何早已存在的劇本和人物設定 用回沙特的說法 人一出生就被拋窄 遺棄在世界這個不包地既定劇本的大舞台 沒有任何絕對普遍和客觀有效的價值和意義標準 可以依賴參考和對焦 用來去解釋和證明自己的存在和行動 是有意義和合理的 被遺棄的人總是處於焦慮之中 沙特口中的焦慮 就不是因應環境偶然出現的一種情緒 而是人對自己就是自由的事實本身的自愛意識 試想一下 你站在懸崖旁邊 看看下面 是否有點害怕 怕有人突然推你一下 或是一會有怪風吹過去 甚至自己擦錯腳跌下去 也不妙了 但其實 想真點 這些不是最可怕 因為 只要你小心點 或者離開懸崖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害怕 但最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你知道 其實只要你想 隨時都可以跳下去 那你會問你 無緣無故要跳下去 這個正正就是自由的核心 即使無緣無故 即是沒有任何特定的理由 其實我都可以選擇跳下去 準確地說 任何東西對我重不重要 足不足以成為令我去做 或者不去做任何東西 包括繼續生存的理由 其實最終只是訴諸我的選擇 就算真的有個白鬚白婆 白話 我是上帝 叫我幫他派飯給窮人 最終都是由我去決定 當不當他是上帝 理不理他 除非我選擇要成為一個基督徒 否則我根本就不會聽他的 因此 即使我一直以來 以某個身份生活得幸福快樂 我依然是會意識到 只要我選擇放棄這個身份 現在美好的一切都會失去意義 因而不再構成我繼續生存的理由 而作為自由的我 只要一念之間就可以作出這個選擇 否定過去一切努力和成就 你說怎麼會不招累呢 另一方面 既然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會做些什麼 純粹由我決定 我就必須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沙特當然不否定我們的行動 會受很多控制不到的外在因素影響 他只是強調一個人的行動 最終必然是他選擇的結果 即使他說他是根據聖經的教誨 上司或者女朋友的命令 父母的要求或者同學死黨的教唆 而做出某些行動 最終選擇認真對待這些東西 將他們視為金科玉律的 依然是行動者本人 而用來判定他的行動是好還是壞的標準 同樣是由他選擇 因此這裡說的並不是一般道德或法律以下的責任 所以不要作用那些 一個人只要有權勢 就算殺了人也不用負責任 或者他一個錯誤導致生靈塗炭 寫萬次都補償不到可以怎樣負責他 這些東西來質疑沙特 其實根本跟他說的東西是沒有關係的 你可能又會說 那即是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那又沒有那麼簡單 當你選擇要成為某一類人 以某種方式生活的時候 你必然認為他是好的 雖然這個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價值 是由你的選擇來賦予 但肯定一樣的價值和單純喜歡是兩回事 喜歡不喜歡是個人口味 taste的問題 你不喜歡就喜歡也好 不等於別人要跟你的 但是當你肯定一種生活方式的價值的時候 必然同時認為其他人 至少都應該認同你的選擇是有價值的 換句話說 只有你要為你的選擇負責 所以不可以推給人 但你不是只為自己負責 還要為全人類負責 所以不可以不理人 這個這麼大的責任 只要你一日是人 無論你往哪一方就認託再背後 你說你做人有什麼辦法不焦慮 而為了逃避這些責任 逃避自己的自由 大部分人都會選擇自欺 否認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是自己選擇的結果 將選擇放棄自己思考 跟隨外在權威講成是沒得選擇 將責任跪著宗教 客觀道德律則 社會大眾的規範和習組 強權的壓迫、憑倍的影響 而存在主義者則認為 人應該坦誠面對自己的處境 承認自己存在的偶然性和徹底自由 認真作出選擇 承擔自己的責任 過一個真誠的生活 最後讓我們整理一下沙特的回應 首先存在主義雖然強調絕望 但並不鼓吹人應無所作為 絕望不是指人做任何事都不會成功 而是只考慮行動時 只應將自己限制在自己的意志 和行為實現的可能性之內 不要寄望任何像上帝的安排和眷顧 而存在主義最強調 人必須並且只能通過他的行動來界定自己 根本就沒有不行動這個選擇 批評者說的無所作為 根本就和存在主義大纜都扯不上 其次存在主義雖然表面上強調 人性中的陰謀面 但重點是指出這些醜惡的面向 不是天生也不是神明的安排 而是人自己選擇的結果 宣稱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總有改變的可能 所以不單止不悲觀 甚至可以說非常樂觀 而存在主義沒有說人可以為所為 鼓吹人不負責任的隨意選擇 沒有 一方面人的每個選擇都是同時為自己和所有人作出 因而也必須為所有人承擔所有責任 另一方面 否定絕對客觀的價值標準 不等於主張我們不可以評斷別人 我們依然能夠批評 在某些情況下某些選擇是基於錯誤的資訊 而基於本真性的考慮 也可以評斷一個人的自棄 否認行動出於自己的選擇 聲稱行動只不過是一時衝動 外在環境造成或信奉任何形式的決定論 我們都可以批評它 中觀以上一切 我們終於明白為何沙特這個拖叫做存在主義 是一種人本主義 沙特區分兩種不同的人本主義 存在主義不認同的是那些 將人客觀地視為宇宙或歷史發展的終極目的 基於某些人的特殊成就 而將人捧到天那麼高的那種人本主義 但存在主義絕對認同人的價值和成就 強調人的主體性和自我超越能力 人並非已經完成的目的 而是處於不斷創造中的過程 人處於避棄的情況下 必須自我決定 反而成為人類行動和事業 甚至宇宙萬物的意義和價值的基礎 存在主義通過認清人的絕望 使人生成為可能 為人類帶來希望 比起其他理論更加重視人的價值和尊嚴 我往哪一方走 迎託在背後 如今知道熱情 緣事沒法說一由 就是害怕再接受環遊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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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